王一博的光芒难照亮体育影坛 热烈虽热烈,市场却冷清 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市场中 体育题材电影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 它融合了激情、斗志和挑战的元素 然而,尽管这样的影片总是带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背景 但它们在市场上的表现往往难以达到人们的预期 这也就是所谓的体育题材电影的魔咒 这一次,由知名导演大鹏指导的体育题材电影热烈 在上映前备受业界和观众的期待 特别是这部影片集结了目前非常当红的艺人王一博 以及资深演员黄博的加盟 让人们对其充满了期待 电影中,大鹏导演展示了其在电影创作上的成长和深入的体育文化思考 为我们带来了一部情感深沉,令人感动的作品 影片不仅仅是围绕街舞展开,更深层次地探讨了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人们如何面对挫折,如何坚持到底的真实故事 在观影的过程中,每一个情节的高潮都能打动人心 让观众深深为之动容 但遗憾的是热烈在上映后的市场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这既有体育题材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固有难题 也受到了近期疫情对整个电影市场的冲击 即便是有王一博这样的当红明星参与,也未能为这部影片带来预期中的票房突破 这种情况不禁让我们思考,当红的明星,真的能为体育题材电影带来转机吗? 从热烈的实际反馈来看,要使体育电影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不仅仅需要一流的演员和导演 更需要故事的深度和多元化的元素融合,比如加入喜剧、动作、悬疑、爱情等元素 才能更好的吸引观众,提高票房 王一博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于这部影片充满了挑战和期待 希望能为中国的体育电影市场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尽管热烈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但其初期的票房数据仍旧令人瞩目 说明了观众对于其内容和演员的认可 不得不说,一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单一的因素 它需要导演、编剧、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而对于体育题材电影来说 更需要找到与观众的共情点,打动他们的心 幸运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人们对于体育的关注和热爱日益增强 体育电影市场也在逐渐变化 此外,中国体育电影也在不断尝试和创新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高质量 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出现 热烈尽管面临了市场的种种挑战 但其本身仍然是一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我们期待着中国体育电影的进一步发展 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创作者能为这一领域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王一博,作为如今的当红小生,凭借其帅气的外貌和深厚的演技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他的参与,本应为热烈带来足够的市场关注和票房保障 但从现实的表现来看,即便是他也难以为体育题材电影带来突破性的转变 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市场对于体育电影的冷淡是否已经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 或者说,现在的观众已经更加挑剔和理性 单靠明星的效应已经不能完全决定一部电影的命运 无论如何热烈的市场表现,给整个电影产业都敲响了警钟 再好的题材,也需要更深入人心的内容和创意来支撑